好的各位 我们刚刚是得知了一个好消息 虽然陈毕达先生不能清零现场 但是陈毕达先生呢 要与本届大赛的冠军来现场语音联线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有请到本届大赛冠军组的队长江宇同学 上台与陈毕达先生现场语音联线 有请 好 好 冠军 快点 冠军 冠军 冠军干嘛啊 上去这个 冠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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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各位评委对我作品的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好 我是陈毕达 你好 我 我是江宇 对 祝贺你 祝贺你 江宇 江宇 谢谢 那 你喜欢这个作品吗 当然 这是冠军作品 技术冲云 你是因为技术喜欢它吗 当然 当然 还有情感 还有情感 这个作品 非常令人感动 这么说 你认可我对爸爸的情感 那我想问你 假如你有一个尚未谋面的儿子 你会想见他吗 我总是在想 我总是在想 如果我爸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我 他会想了解我的近况吗 他也会想我和我妈妈 所以 我很想知道你的答案 我也要会想我和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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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尽自己所能 帮他实现梦想 那他为什么还要抛弃我 他没有抛弃你 他只是 他只是自己的使命 什么样的使命 能让他牺牲掉亲情呢 陈碧达先生 我会变成和你一样的人吗 以前 爸爸是我的榜样 在我心里 他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变了 我开始对他充满了怀疑和抗拒 甚至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之所以坚持做这个隔空对话 和朋友吵架也在所不辞 就是因为 我不在乎我爸是否成功 是否做了多么大的贡献 是否有钱 我只要让他陪着我 接受我在我身边 不许可 不许可 对不起 你 amor 今天就这样吧 江湖 期待下次见你相见 你真的会和我见面吗 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 一定会在此相见的 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